這個 你知道九把刀是 把你當作夢中情人 那他有女朋友對不對 對 然後你嚇一跳 他拍電的時候 每天都要打十幾通電話 給我的女朋友 因為我有十幾個女朋友 對… 我覺得你這個女朋友 這個肚子裡應該可以撐船了吧 對不對 他很能夠接受她 比如說 在心理上 把你當作她在那一年追的 這個心目中初戀最寶貝的女兒 其實一開始也會有一點擔心 所以我有偷偷問九把刀說 那這樣子你女朋友會不開心嗎 他就跟我講說 不會啊 他都跟我講說 把你拍得很漂亮 我就覺得 真的她女朋友真的很有度量 是個很有度量的女朋友 沒有採解有度量 沒有 你有沒有問說九把刀 你會不會愛上我 另外一種精神誠摯的愛在裡面 很專業耶 不過 妍希妳知道嗎 其實 其實在這個戲流我看了片段 當然我唯一的就是要把柯震東 想的不是九把刀 那就是柯震東 你知道 柯震東遇到了你 然後在那個學校的時候 柯同學 你在學校有這樣喜歡的女孩嗎 你說追這麼久了 也沒有追這麼久啊 就是在學校裡頭 沒有 你是不能講還是沒有 真的沒有 他超緊張啊 現在已經在發抖了 沒有啊 是你爸說不能有嗎 可以有啊 可以有喔 那為什麼沒有呢 不是 是有女朋友 可是沒有追這麼久 對 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的女朋友 很容易就追到 你看你是用 男生是用眉毛的演戲 你要講你內心的話出來啊 對啊 為什麼你沒有追過女生 我沒有追過 因為都是女生追你嗎 完蛋了 你都...你不會拒絕女生嗎 我會啊 我會拒絕 你會拒絕啊 嗯 那現在有女生嗎 現在沒有 為什麼沒有 這個... 搞... 搞分手 搞分手 搞不定啊 不太好 他不喜歡你拍電影對不對 人帥有什麼用呢 說得好 九把刀你看 我可以大大方方說 我喜歡另外一個女人 但是我的女人還會在九把刀 我看你要快成十把刀 腦袋上面擺把刀 十把刀 這部戲啊 自己看了會掉眼淚對不對 會 因為 又很感動 就是 其實我們拍電影 不只是要重現我們當年的記憶 我覺得只是重現是 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最想要的是透過 電影來修補我們之前所犯下來的錯誤 所以我們 這才是平行時空的意義 我們想要去把事情做得更好 把我們青春過得更快樂 嘉儀現在已經結婚了嗎 結婚了 她過得非常幸福快樂 過得非常幸福快樂 你會請她來看這部電影嗎 會啊 會啊 就是 但是我很怕記者去人肉她 因為她就好幸福快樂 你看你多幸福 這邊有柴姐 旁邊有顏熙 在過去有你女朋友 還有你以前的女朋友 一起來看這部電影 一家親了 真的 有什麼樣子嗎 我一直 你是一個很幸福的男生耶 真的 對 其實妍希 在這個戲裡頭 你都知道這個導演在想什麼 比如說 其實他有很多的語言 是透過他的書裡 聽說你演這個書 從開始你就看過對不對 有 其實這個緣分還滿特別的 因為九把刀的這本書 是我剛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第一本看他的書 然後那時候我根本還沒 完全沒開始演戲 也還沒有出道 也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 可以成為書中的女主角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喜歡這本書了 我要問一個比較殘忍的問題 如果九把刀真的追妳 妳會喜歡他嗎 說 說會 因為他現在在我心目中就已經是 不要講他 不要怕 不要怕 就講像這樣子的一個 會在人家會議桌上 這樣子的男人 其實我並不覺得 她是很幼稚沒錯 可是我覺得她 她是不是太幼稚 妳是喜歡幼稚的男人嗎 妳喜歡幼稚 而且會讓我桌上大便的男人嗎 大便的部分除外 我喜歡這樣做 因為她就是一個很熱血的人 她的幼稚不單單只是就是 很不成熟 她是就是 她喜歡一個東西 她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她就是盡全力的 非常熱血的去喜歡那個女生 那種精神是很讓人感動的 所以妳家外會讓妳的男朋友 要按照她這種標準來愛妳 對不對 有 當然最好 妳如果不愛人家 妳如果做出一個這樣子 讓人家找不到愛人 會 她還蠻專情的 她還蠻專情的 對 妳想想看這個女生 十年 連手都沒有牽過 好 因為純純的愛 我覺得這個很單純 就跪在於她 她就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男孩子 所以小柯演這種純純的愛 你...你OK嗎 一開始不太OK 一開始不太OK 要我要抓手就抓手嘛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戲裡頭有 你有很多人很搞笑耶 很難演吧 滿難的 就是跟我本來的 個性比較不一樣對不對 你會不會看到 導演就感覺到 她要扒你衣服的感覺 有 她在拍拍之前 就有跟我講要 幫我扒光 要把你扒光 扒光了嗎 扒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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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現場就只有 戴一個襪套在演戲 對 其他部分都是完全放棄的 不過 我是認識她爸爸 所以很小就看到她 妳這樣看我接不下去了 小燕姐 她爸爸也在裡頭扒光了 你把她扒光 而且... 而且她爸爸... 這扒光戲是太大了 她爸爸就是來演戲裡面的她爸爸 然後她看到她兒子 就是只有穿這個襪套演戲的時候 她爸爸很想要貢獻她挺兒子的感覺 跟我講說 導演 給我一個襪套 我說伯父不要衝動 我看一下鏡頭 我看一下畫面 如果不會拍到你的下面 我們就穿內褲 她說沒關係 導演 如果真的需要襪套 妳給我一個 我說導演 我說伯父 真的不要衝動 對 我覺得 佳正如妳真的非常幸福 因為妳有一個非常開朗的爸爸 而且妳爸爸非常支持妳 做這一行 因為他自己 應該這樣講 年輕的時候 自己的夢沒有實現 他爸爸每次都說 我兒子演這個 我演什麼 就會說 那個經濟約 可不可以就是 是